今天我們要把水餃做成菲薩 搞什麼搞什麼 嗨阿星 嗨阿亭 現在快到中午時間了 肚子餓了 該是來吃點東西的時候 我們今天呢 要來吃水餃 但是水餃誰沒吃過 大家都吃過水餃對不對 我們今天用特別的手法 來吃特別的水餃 我們這特別的手法呢 有哪些特別的手法 我們總共要做六種不一樣的水餃 不是生餃 生餃不包含在水餃的正確吃法裡面好不好 我們今天吃的水餃呢 有六種不一樣的口味 高麗菜豬肉 這個是他們最經典的款式 健康鮮 你是不是不會唸 健康鮮酥 豬肉玉米 豬肉 韭菜 你的中文到底怎麼了 完全沒有進步 豬肉韭菜 韓式泡菜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應該會滿喜歡吃什麼的 這個是 瓜仔柚 欸你會唸耶 我以為你會唸詞耶 欸 瓜仔肉的水餃其實不常見耶 你知道 瓜仔肉 你沒有吃過 瓜仔肉你沒吃過 沒吃過 你知道瓜仔肉是什麼嗎 是啊 但是我沒有吃過 真的還假的啊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用六種不一樣口味的水餃呢 做出六種不一樣的 特別的做法 首先 我們第一種特別的做法是什麼 第一種特別的做法呢 是 煮水餃 哈哈 第一種特別的做法 我們算是煮水餃吧 說到台湯水餃 你知道他們的那個豬肉啊 他們是從他們自己開始養 然後到自己做成 都是一條龍直接做成的 而且啊 在前一陣子啊 網路上有人做過實驗 所以假設豬是知道自己 就以後會不會很難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哈哈 他們好像標榜說 他們每一顆啊 都一定會有22顆 我們要不要來實測看看 比你中耶 我們來實測看看好了 我這邊已經有一包打開了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棒秤 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22顆 我覺得我們被騙了 他不是22 他是24 還多兩顆耶 再11顆嗎 24耶 每一次也多 他每一顆全部都是多兩顆耶 好我們現在煮水餃好不好 水果啦 水果啦 我們第一個要下的是 我們的高麗菜水餃好不好 高麗菜水餃有什麼 請問一下 不不不 我想我問一下一個生活資訊 請問下水餃的時候該怎麼下 要演這邊下嗎 不用啦 有沒有很高級的下法 欸再下 用頭的嗎 不行啦 我可以 臭層吃飯 這是廚師剛說出來的東西 不是 不是 我覺得這樣夠多了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還要吃六種耶 太多了啦 好吃 你吃得完嗎 我們在一邊煮的同時啊 我們一邊來蒸我們的瓜仔肉 第二種做法呢 就是蒸 用蒸的 有吃過蒸餃嗎 我們決定把水餃拿來蒸蒸看看 是不是已經變成蒸餃 下午的水餃 放10顆 這個是什麼 瓜仔肉 八天沒有吃過的 啊啊啊啊 為什麼是我在做這種事 好啦 水餃煮好了 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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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蓋 10顆耶 我可以先吃一兩顆試試味道嗎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一點東西 加什麼東西 我們加這個死麵這樣買得到的湯的 喔 像是柴魚湯之類的有 對 有蔥啊有海苔啊 不要碰到我喔 我叫喔 這樣 喔 你是有帶有一點湯的耶 完成啦 肥肥的一顆 我吃到腸 好好 你也知道 超級飽滿 開動 它豬肉好好吃喔 好多豬肉喔 好多豬肉喔 但是台湯他們的豬肉啊 他們經過CAS認真的豬肉 這一次 很安全的豬肉 好啦 我們剛剛在吃的同時啊 我們蒸的水餃 蒸餃 蒸餃 已經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蒸餃的成果是什麼吧 哇 它縮小了耶 喔 因為你煮水餃是吸水 但是你蒸水餃的話 湯 湯 湯 你煮水餃的話呢 它是有點像是把水給排出來的嗎 所以看起來是 比剛剛小一點 但是 有沒有發現 它看起來好像外面賣的那種喔 就是Q在一起的那種 感覺好可愛喔 這個是 瓜仔肉 就是你沒吃過的那種 鹹鹹的 它就是瓜仔肉 配飯的味道耶 好特別喔 我覺得好搭喔 然後它的瓜仔也開始脆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是用蒸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剛剛 瓜仔肉用煮的話 它可能就會比較吸水一點 然後就是會飽滿的 這個皮還是有點Q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吃的 下一塊 我們要來吃的是 好啦 我們要來吃的是 玉米豬那種蔬菜 這個 我們要拿來煎 煎 煎它 這個開始有點偏向 就是比較不常見的水澡作法 所以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上去之後 真的沒問題嗎 好 沒問題 只要放進去 它真的是粒粒分明而已 可以喝的 哇你好強喔 你很有廚師的感覺 超美的 煎一下 好 我們等它 加酥 媽媽 媽媽都是教你這樣玩鍋具的嗎 真的有金黃色的樣子耶 那我們在等它煎的同時 我們也是要來做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是什麼樣子的做法 我們要做的呢 是來焗烤 你只聽過焗甜螺 你只聽過焗烤麵條 你有聽過 焗烤水餃嗎 我們來嘗試做一點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 焗烤水餃 好 然後我們要用的呢 是排糖的健康鮮酥 這個是粉塑的 就是如果你只吃素 你不吃肉的話 你也是可以吃水餃 好 拿我們的六顆水餃放上去 我再放長一點 是不是你們拿不到 我等一下試試看 哇 啊 美麗的臉龐 美麗的臉龐 給我炸 我要拿出我的傳家寶 放 放 放 OK 蒸它 蒸 蒸餃看起來已經快好了 可以直接拿起來了嗎 還沒啊 還不行 還有東西要加 麵粉 喔 你要 炸的嗎 這裡不算炸 還有水 麵粉加水會變成什麼東西 喔 鉱籤嗎 麵粉的水 然後 炸飯 好 打開 炸 哇 蓋嗎 蓋起來嗎 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好酷欸 完成了 看起來好像夜市的蒸餃 那是可以再煎一點點 把煎的再跟酥一點點 對 我發現它的水澡我吃還蠻強的 沒有發現它經過我們這樣子摧殘 就進去那邊一直滴 它都沒有破耶 好猛喔 好棒喔 對啊 好讚喔 吃吃看好不好 吃吃看 好啦 好脆喔 那我就來吃囉 來囉 いただきます 好 好脆喔 有聽到嗎 喔 喔 我看起來是什麼味道耶 這是玉米的味道 我剛剛想說是哪種水澡 我聽到了耶 你說是玉米的味道嗎 對不對 海小豬肉 還能夠 對 海小認證 對不對 沒有 我剛剛沒有搞認證 意外的可惡 水澡是可以拿去煎的 超棒 欸 都沒有評分耶 它是有點特別的對不對 我發現我要先把東西吃完 我才能吃完 你跟我一下 吃完了煎餃之後呢 下一個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下一號純手呢 還要被你當成 焗烤的孩子喔 菊老師是披薩嗎 對啊 喔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披薩水餃 對 喔 所以不是只有焗烤而已 我們要把它做成 披薩水餃 然後用的是 素食的 這樣子大家都可以吃了 把它放到一個小容器裡面 我們把它 放到我們的焗烤箱裡面 這個是 披薩醬 嗯哼 完美就可以買得到了 其實就是半錢醬 加一點起司 這個最重要了 那個姿勢呢 如果你有配胡椒的話 可以小一點 我覺得你動作不對 你剛才要給我跟我半天 放進去啦 好 放進去 好 我們在等十分鐘這個過程 我們來做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呢 是炒的 炒水餃 只聽過炒飯沒有聽過炒水餃 炒的水餃是 韓式泡菜口味 既然它是韓式的話 我們把它做得有點韓國味好不好 好 我們把它做得有點韓國味的意思呢 有沒有吃過韓式辣雞 欸不是那個辣雞 是辣雞 炒年糕 炒年糕的感覺 對 是不是要炒 韓式辣雞 韓式辣雞 不是有多辣 韓式是越好的 總而言之呢 就是我們要加一點韓式的醬料 然後吃起來有點辣辣的口味 雖然它已經是泡菜口味 但是我覺得再加一些韓式的醬料 應該會很好吃 好 在等它熟的時候 我們先做其他東西 洋蔥 我以為只是加醬而已 把洋蔥加進去 我們是很專業的 胡蘿蔔 韓式辣醬 醬油 多少 隨便加 多少 100多了 怎麼突然變專業起來了 如果你做 台糖的水餃 你一定要加 台糖的糖 哇 韓式辣醬已經做好了 醬 好 來 把我們的 蔡菜口味的水餃拿出來 然後 我們要稍微炒它一下 好 給大家看那個顏色好紅喔 我知道你可能沒有辦法 我來我來 這樣炒嗎 沒有火 在上面加火 不是不是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火嗎 你那時候我很冷 我怎麼跟你講過 好香喔 最後我們加醬 欸 你不說這隻餃子 我以為它是那個 就是韓式辣子 韓式辣炒水餃 完成啦 你拿盤子看嗎 沒有人想看盤子齁 這出現了我這輩子從來沒看過的料理 湯湯湯湯 來囉 いただきます 不是很辣的 那個辣啊 其實不是來自我們外面那個醬 它的辣是來自它原本的泡菜裡面的 泡菜裡面的 泡菜裡面的辣味 可是它本來就不是那種特別特別辣 裡面的泡菜 現在還蠻脆的 嗯 就經過我們蒸過 經過我們炒過之後還是脆的 平分 4分 因為我不太吃辣它有點太夯了 我們的烤的素食的披薩口味已經完成啦 我們現在要把它出爐 哇 看起來好酷喔 哇 它可以跟朋友一起分著吃你知道嗎 來吃囉 一定會很燙 完美 豬菜跟番茄醬 完美 很大的 好酷完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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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都不知道 喝很棒 今天的最後一個 炸水餃 我們要來做水澡炸蛋 這個是用韭菜 韭菜豬肉 好 我們油差不多已經熱了 我們可以炸我們的水澡了 對 我們的水澡應該也蒸好了 哇 它不需要沾什麼麵皮之類的嗎 不用啊 它外面本來就是麵皮啊 我想說把它炸得有點天婦羅的感覺 有了我覺得成型了耶 它青黃色已經有點出來了耶 好香喔 炸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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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色的耶 看起來殺人氣死 完成 好啦 那就來吃囉 好香 你確定現在吃了 就來給你算 我們十分鐘後再來吃 等一下 涼了 可以吃了 哇 黃麵有餅乾 哇 超棒 欸好好吃喔 這樣怎樣 看 它麵皮黃金比例超普堂的 它有這個肉片啊 它有這個肉片啊 它沒有人覺得在煩 對啊 我不會很棒 是耶 Hurray 今天的台糖創意料理 差不多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今天的六道料理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呢 大家也可以把你們的創意料理啊 留在下方的留言區告訴我們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那麼我們下一節就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 媽媽咪呀 今天我們要用水澡做披薩 好辣 哈哈哈哈